哈哈哈 今天我先说一下 嗯 不怕吃吧 我去你弄点倒点水 阿哥我们就进一家吃点 进一一老 刚才进一一年有个 吃吧吃吧吃吧 好好好吃吧吃吧 好 关于徐州巴海妈的事件 专案的调查组啊 发布了第五次公告 简单的总结呢就是说啊 之前的公告没有撒谎 被泄露的结婚照的照片 他就是巴海马本人 为了表示专项主的重视程度 处理了县长乡长村长 各级的党委书记 继承办 妇联宣传部门派出所所长 等等一大堆干部 说平时他们工作不负责任 刑事主义官僚主义 违反工作几率等等一堆废话 说我们将吸取教训 在全省要开展专项行动 调查整治 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问题 于是啊 中国强烈的微博下面又爆炸了 民众们都还是不相信 政府的调查结果 看到绝大多数评论都说啊 哎呀我得去看看眼科去 这个以我的眼睛有毛病 封线的这个整容技术 比韩国的换头数还要先进 厉害了我的封线啊 这类评论啊 过了几分钟就多出上千个 但是几分钟再回来 哎你又找不到他了 留下的呢 都是一些这样的评论 坚决维护政府英明决定 还有一类呢是说啊 看看你们这些人 舆论这么大 哎我就不相信这个党这次会造假 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不相信国家的调查呢 都消停一会吧 啥不信就信那些网上胡说八道 瞎怀疑 为什么群众不相信 党和政府他会不会造假 我想和这群人啊 好好地说到说到这件事情 咱们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同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体制之下 这一群人可以说一整个县全都不负责 哎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保证换了下一批他就负责呢 既然被撤职的那些人啊他们行事主义工作不负责 那怎么能够保证搞专项行动的人他就能够没有行事主义对工作负起责任来呢 说到这里啊我突然想起来曾经我有一位做餐饮行业的朋友分享吐槽 他的工作特别适合拿来说明政府处理巴海妈事件的问题 怎么说呢中国的制度啊就好像一个饭店 他厨房的门上啊写的闲人免禁四个大字 那么继承的干部啊就好像饭店里的工作人员和经理 那么饭店的老板呢党中央的人啊他也不是天才来检查 下面的人干活哎那个菜啊稍微洗的不那么干净也无所谓 那毕竟做饭的时候客人又看不见干活的时候擦擦汗蹭在身上 不洗手继续干活那我顺便偷吃一口 或者啊菜掉在地上再捡起来放回盘子里 那么为了干活方便啊正在擦地板的时候 顺手拿刚擦完地板的抹布擦干净盘子里的水也没有人知道 那么厨师啊炒菜的时候对着锅打了个喷嚏 这毕竟也难以避免他们都给自己这样一个理由 那如果都完全按照自己家里的卫生要求来干活的话那太麻烦了 在饭店忙起来的高峰期啊根本也做不到 而且客人吃了他又不会死 那么整个厨房大家都在干同样的事情 谁也不会去举报谁 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嘛 有的时候啊传菜的朋友啊碰到不礼貌的客户 报复他一下在他的菜里面啊给他加一点人体的体液和生活样本 你们这些客人也没有办法 那么对于小粉红来说是不是 岁月一片尽好吃的可香了 但是啊但凡看到过一次那个厨房场景的人 这饭以后可真的是没法吃了必然在心里产生阴影 就沦落成了上访者和公知 那我们再来说回啊中国政府处理八孩的事件 相当于啊有一个鲁莽的客户啊走错路了 误打误撞啊闯进了这个厨房 看到了厨房里的这个场景啊 惊到这个下巴都掉下来了 于是啊他就拿手机拍下来 那么饭店里的这些员工啊厨师啊经理啊觉得说 这要是让我们连锁店的老板知道了是我是要掉乌纱帽的 我这是要丢工作的于是这群人啊就一拥而上 把这个误闯厨房的人给摁倒在地 然后跑出来对那些听到了动静的客户说 哎没事没事大家继续吃啊没事什么事也没发生 平时发生这类的事情啊基本上都是常态 但不幸的是啊由于这一次的动作闹的比较大 正在吃饭的顾客们啊都好奇的伸过脑袋来看看究竟厨房里发生了什么 结果简直是颠覆了世界观案根本接触不了 说什么也要把这件事情追究到底于是啊惊动了连锁店的老板和股东 老板和股东们觉得说可别把我经营了多少年的这个招牌给我砸了 咱们伟大的党把这个饭店苦苦的经营了七十多年容易吗 咱呢也不能因小失大干脆啊也别废话了把什么呃店长啊经理啊厨师啊 传菜的洗碗呢这些人通通给他换掉让客户们消消气 并且啊承诺啊我们要进行专项整治行动 对厨房强化了隔音处理 顺便再在后厨房的门上加一把大锁这样啊动静闹的再大外边的顾客也听不见了 于是果然效果显著在未来几天那么一阵子通过这个形式主义啊 再发生这类事情的几率啊就变小了 那么或许啊能够改善一点后厨房的卫生情况 但是不出一个月风头一过又继续回到原来的状态该怎么干怎么干了 我们知道餐馆饭店这个厨房关起门来做饭的卫生问题啊 它是一个千古难题 那么我也想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一起出一个主意想想怎么解决 咱们通过立法或者换一个素质道德更高的饭店经理清官 咱们等一个像习大大这样的好皇帝 震住那些妖魔鬼怪大家觉得能解决吗 一定会有人说怎么可能啊 中国连食品药品安全的问题都还没解决 那餐厅厨房卫生的问题那就更不可能解决了 还是需要后人的智慧才行吧 其实哪需要那么麻烦 日本的餐厅早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日式铁板料理和寿司店啊厨师呢会在你的面前表演 那么他每一个动作用了什么食材 通通都在客户的眼皮底下操作 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都是面带微笑啊 衣冠楚楚而且表演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么对于饭店的经理老板来讲 这种方法不但厨师啊要厨艺精湛 你还得兼顾形象 客人们倒是高兴了 但是对于厨师们来说这也太难受了吧 我脚丫子痒了都不敢挠一下 是不是就相当于把那些政府的官员们一个个安放在一个透明的办公室里面 每个人路过都能看到在他的办公室里干了什么 挖个鼻屎都不行 连搞个女秘书都会被曝光 更别提什么暗箱操作刮油水的事情了 所以站在政府的角度上他打死都不愿意这么干 但是这对于公民而言当然可以得到利益的最大化 其实这个简单的道理啊放在饭店里啊中国人都能听懂 但是这个事只要一跑到政府头上很多中国人呢就理解不了了 那么可能有人想问了民主了透明了那这个社会就一定完美了 我也记得我那位做餐饮的朋友曾经说过 你别以为日式料理餐厅它就百分之百干净了 告诫我们生间朋友啊不管是什么餐厅都最好不要和服务员产生矛盾 据我作为朋友说如果碰到那些无理的客户啊即使是在顾客面前做寿司 照样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自己身上的生物样本放到饮料里 只不过啊这个难度比关起门的厨房里啊这大多了 所以我们知道透明它一定不完美 但是至少它要比靠你自身的道德约束要好得多得多 目前来讲这至少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 所以啊我们可以简单的得出一个结论 有人总说什么相信专项调查组一定能怎么样相信党相信政府 我可以在这里断言如果他们调查出来的结果百分之百是真相 也就没有必要去捂着遮着千方百计的阻碍记者进村实地调查 就不能进去了是吧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呢 疫情防控 证明工作人员指挥记者把车掉头不允许我们进入到董基村 我们准备从董基村的北面进入到董基村看这一次是否能成功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发生了巴哈尔妈的事件会是一种什么场景 董基村一定会被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和热心的民众塞爆 那么在这种舆论的逼迫下面政府不作为就曝光政府公安不作为就曝光公安 一定可以比所谓什么专项行动组可以救出更多的妇女 你看即使在中国主流媒体不愿意主动曝光的情况下 中国各地的社会啊依然涌现出了很多的热心人呼唤社会的关注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民间的NGA组织一定会比那个吃黄粮不干活的妇联强一万倍 但是啊NGA组织在中国啊一个个被打掉 原因就是担心这些组织过于多的话别危害了党的政权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伤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例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相信政府完全没有任何质疑的态度和精神的人 那绝对是非蠢计划让媒体的信息透明 他一定不能完美的解决社会所有的问题 但他一定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最优解 也希望那些动不动就是相信党相信政府的朋友啊能够醒一醒 是吧 Ol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